第一章 获起萧强 窝里斗开始 郑庄公跟他亲妈 亲弟弟都翻脸了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722年卢尹公元年 即春秋的第一年 也就在这年 立国200年的以色列被亚述灭亡 只剩下犹太王国苟延残喘 但 亚述灭以色列是见怪不怪的外族入侵 郑国却是地地道道的获起萧强 春秋时以母子兄弟的窝里斗来开篇 虽然要算碰巧 却也意味深长 先看人物关系 本案的男一号 当然是郑庄公 庄公是郑国第三任国君 郑武宫的嫡长子 名叫悟生 武宫的郑妻是申国的公主 史称武江 武 是丈夫的嗜好 江 则是娘家的姓 申国据说是伯仪之后 姓江 郑国则是立王之后 姓姬 武宫娶武江 不过姬江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武江给武宫生了两个儿子 老大叫悟生 老二叫段 都是嫡子 刀兵相间的 就是这哥俩 翻脸不认人的 则是悟生和武江母子 奇怪 亲妈亲兄弟 血浓于水 怎么就水火不容呢 郑氏的说法是因为武江不喜欢老大 不喜欢的原因也很怪异 据说是因为老大出生时两条腿先出来 着实把武江吓了一大跳 因此管他叫悟生 也就是道着生 道着出生的悟生 从小就不受疼爱 后来有了弟弟 老妈的一片爱心便全部给了断 甚至多次在床上吹耳边风 要武功立断为太子 只不过 未遂 后来武功去世 悟生接班 武江又为断讨封地 这时武江已是老夫人 相当于后世的太后 自然得逞 书段如愿得到了京义 从此人称京城大叔 大 就是太 也独太 京城大叔 就是住在京义的政军之头号弟弟 书段得到京义之后 便开始扩军备战 图谋不轨 左转称之为丸 聚 善甲兵 聚足胜 丸 就是高筑强 聚 就是广基梁 甲是甲昼 兵是兵器 足是步兵 成是车兵 总之 书段建立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武江则在郑都充当卧底和线人 两人合谋要夺取庄公的军位 卢尹公元年 书段自认为羽翼丰满 计划偷袭正都 武江也做好了开门接应的准备 庄公得到消息 派大夫子封率领200辆战车罚精 惊人闻讯 立即宣布与书段划清界限 书段无力抵抗 只好狼狈逃窜到燕 庄公当然不会让他在燕安家落户 便辉戈东晋 5月23日 书段再次逃亡 只不过这回他逃到了魏国的贡独如宫 从此交贡书段 郑国车马坑 郑国公族墓地内 包括18座春秋时期郑国贵族陪葬车马坑 坑中车辆大小各异 装饰豪华 做工甚为考究 足见正当时 车马均被实力之强盛 书段逃到贡以后 郑庄公把武江迁到了成颖 金河南林颖县西北 宣布母子二人恩断情绝 不道黄泉不再相见 春秋编号第一大案 大体如此 但 此案可疑 郑国的受封之地 原本在金陕西省化县 后来迁到金河南省郑州市和新郑市之间 靠近现在的新郑市 因为是新的郑都 所以叫新郑 郑庄公的郑就在这里 那么 他跟书段受封的京 避难的燕 又是什么关系 二者之间 请看地图 京 在金河南省行阳市 位于新郑西北 燕 在金河南省燕陵县 位于新郑东南 京 郑 燕 刚好连成一条直线 也就是说 书段从金陶到燕 要路过新郑 这种逃亡路线 岂不怪异 难道段的本意 是要去投案自首 或者庄公的战车开过来时 断是像贼一样夜行咒服 一路狂奔的 何况燕与京相距甚远 中间还隔着新郑 不大可能是段的地盘 也没听说他在那里有什么盟友 他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郑国的西北部 最远到岭延 岭延在金河南省齐县和华县南 沿津北 跟燕可谓南辕北辙 跟郑反道近 郑 在金河南省徽县 而且当时是 魏国的地盘 事实上 书段到了 郑就平安无事 庄公也没派人去捉拿或暗杀 反倒自我检讨说寡人有地 不能和谐 而使胡其口于四方 因此 段的逃亡应该是由金儿岭延 再道贡 甚至逃到岭延说不定就安全了 为什么要往烟跑呢 这就只有书段自己知道了 历史上没有任何解释 更难解的是郑庄公 我们知道 郑庄公是春秋最早的雄主 之后才轮到齐桓和晋文 他即位时 作为西周最后一个封国 郑立国不过半个世纪 然而在他掌权的43年间 郑却崛起为中原第一大国 这样一位雄霸天下的政治家 为什么会让书段肆意妄为长达22年之久 难道他对断的狼子野心 是先进毫无察觉 也没有任何人提醒和劝阻 当然有 姑息原本为养奸 劝阻正装公的 是济重和紫锋 济重又叫济足或重足 原本是一个小官 官职是封人 封人的任务 是负责边境县的植树和封土 济重管理的地方叫济 位于郑州市东北 后来 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清 把现在河南省中牧县的济亭封给他做彩翼 所以重足以济为士 叫济重或济足 中庄公一朝 济重都是朝廷重臣 庄公去世后 他甚至有了费力国君的势力 书段在精益大兴土木时 济重是提醒过庄公的 济重说 先王规定 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 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否则将会成为祸患 现在精益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 将来 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 庄公说 老夫人要这样 没办法吗 济重说 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 不如早做安排 免得变身不测 一旦成了气候 事情就不好办了 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 何况国君的宠地 庄公说 多行不易必自毙 先等等看吧 等等看的结果 是书段开始膨胀 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 这时 子风说话了 子风说 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军 正出多门 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 如果打算让位 请允许下沉现在就去效忠 如果无意善让 请现在就去除掉他 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 不知所从 产生其他想法 庄公又说 别担心 慢慢来 慢慢来的结果 是书段恶性膨胀 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彩翼 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领言 子风说 可以下手了 否则伟大不掉 庄公却说 不怕 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 膨胀的越快就垮的越快 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 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 于是任由书段折腾 不闻不问 表面上看 庄公糊涂 实际上却是老辣 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武将为书段讨要的封地 原本不是京 而是智 智 在今河南省形阳市境内 又名虎牢官 看看地图就知道 智义比京一离心正要远 书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 庄公未免鞭长莫及 智 则在控制范围之内 可见庄公对于未来 其实心里有数 只不过要等 等什么 时机 的确 书段虽为心腹之患 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 毕竟 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 老妈的亲儿子 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 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 有这层关系在 下手就不能太狠 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 再挪个地方 不过 此人既然有武将这个大后台 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 就连教训和疑风都未必能够实现 因此 不能治标 只能治本 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将书段和武将都打入18层地狱 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再也别想死灰复燃 卷土重来 但 这需要一个罪名 这个罪名就是谋反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由此大罪 无论如何处分 都不会有舆论压力 只不过 谋反并不容易 一要有心 二要有胆 三要有力 心和胆 书段和武将都有 缺得势力 有力 才能壮胆 也才会铁心 庄公一直按兵不动 对季仲和子锋的劝阻不予采纳 对书段也一忍再忍 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驼 铁而走险 以便治罪 为此 庄公隐忍了22年 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破 他其实是在压宝 第一 赌书段和武将必反 第二 赌他们谋反必败 这才决心姑息 以便养奸 养奸其实是有大风险的 事实上 如果书段和武将不反 他就满盘皆输 如果谋反成功 他就必死无疑 这是一场豪赌 现在看 庄公是赢家 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 我们知道 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 是以理治国 即理治 一理 郑庄公可是一点错误都没有 他是敌长子 武将反对他继位 是武将不对 他是国君 也是兄长 书段跟他叫板 是书段不对 书段分庭以示非礼 更何况犯上作乱 当然 灭他没商量 然而谁都知道 书段的贼心和反叛 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 可惜 又谁都无法指责 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将的孝心 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将翻脸 谁都奈何不了他 只能听之认之 庄公成府之身 无庸置疑 理治之尴尬 则可见一斑 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 余焉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 表明态度 据左传的解释 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书段不像弟弟 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 还暗示了书段之罪时为庄公养成 此极所谓春秋笔法 据孔子说 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 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 相反 站在郑庄公的立场 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 而且未雨绸缪 因为春秋已非西州 军卫被人觊予甚至夺取 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就在三年后 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 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周瑜独如虚 是军第一案 周瑜是书段的同类 甚至同伙 司马迁就说 书段刚逃到贡 周瑜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 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 只不过书段是因战败而逃亡 周瑜则是被罢官而出走 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 则一模一样 因此 周瑜在外招降纳畔 结成团伙 卢 隐公四年前7193月16日 迅谋已久的周瑜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 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 自己当了国君 这是春秋的士君第一案 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 有的被杀 有的逃亡 不是身败 便是名裂 士君而自立的 也为数不少 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指书 但始作俑者 则是周瑜 那么周瑜是什么人 周瑜是魏环公的弟弟 魏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 姬姓 始风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淑峰 到第八任国君寝侯 由伯爵晋升为侯爵 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功晋升为公爵 武功的儿子是庄公 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 齐国是江太公之后姓姜 魏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 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 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做庄江 庄是位庄公的嗜好 江是她自己娘家的姓 这跟正庄公她妈叫武江是同样的命名方式 庄江是一位美女 诗经中的朔人就是她的赞美师 但是庄江没有生育能力 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 是如己出 这个儿子名叫完 也就是后来的魏桓公 至于周瑜 则是魏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 年纪也比桓公小 这也就是周瑜一案与书段的不同 书段和庄公同父同母 都是嫡子 周瑜和桓公同父一母 都是树子 只不过桓公被庄江任领 在名分上是嫡长子 更重要的不同 是后台老板 书段的靠山是老妈 周瑜的却是老爹 周瑜其人 从小就调皮捣蛋 胡作非为 还喜欢武刀弄枪 琢磨兵法 这其实很危险 但 尽管庄江厌恶 大臣劝谏 庄公都听之认之 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 犹事之故 庄公去世 桓公即位后 周瑜更加骄横跋扈 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 桓公无奈 只好罢了他的官 周瑜则逃出国都 在外拉帮结派 并与书段不清不楚 这样 经过十四年的经营 周瑜的反政府武装力量 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 自己也成为魏国的建筑 然而不过半年 周瑜也伸手易处 这又是为什么 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 周瑜上台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打正国 这其实并不奇怪 第一 魏和正 是世仇 罚政 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军一致 政治正确 第二 可以帮他哥们输断出口气 运气好的话 没准还能翻盘 第三 可以讨好某些诸侯 由于当时政国发展迅速 羡慕极度恨得很是不少 如果罚政成功 在国际上是很能收买一些人心的 不过更重要的是周瑜的魏不正 人心不服 对外发动战争 可以转移视线 缓和国内矛盾 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 所以左传说周瑜此举 是修仙君之愿于正 而求宠于诸侯 以和其民 凑巧的是 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军位的争夺者 在政国避难 于是周瑜便联合宋国 再加上陈国和蔡国 组成联军伐政 把政都围了五天 这是卢颖公四年春天的事 秋天 这帮人又去了一趟 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 这下子 周瑜坐稳屁股了吗 没有 周瑜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 还小有收获 魏国却依然人心浮动 对此 他自己不安 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 这个死党教时候 是石熙独如雀的儿子 石熙是前朝元老 此刻告老还乡 父贤在家 退休已经十六年 石后就去见他爹 问周瑜怎样才能稳住军位 石熙说 朝见天子即可 这是有道理的 这时的周天子 虽然已经过气 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公主 周王如果接见了周瑜 其他祝侯就得认账 周瑜的军位也就稳当了 于是石后又问 怎样才能见到天子 石熙说 通过陈国 陈军是天子的宠臣 又是我国的盟友 请陈国出面 天子一定赏脸 周瑜和石后都以为然 决定照办 俗话说 天作孽 有可说 自作孽 不可活 周瑜和石后都忘记了 石熙原本十分 厌恶周瑜 庄公在世时 他就曾立劝君上对周瑜严加管教 石后跟周瑜鬼混 他也强烈反对 只不过履禁不止 周瑜和石后找他拿主意 岂非有病 当然 谁都没有想到 石熙为了国家竟会大意灭亲 事实上 就在周瑜和石后性冲冲奔赴成国时 石熙的密函 已先期到达 石熙的信上说 魏国弱小 而老夫朽矣 无能为力 这两个人 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请贵国匡扶正义 将其拿下 结果 周瑜和石后 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 当然 人是陈国抓的 却是魏国杀的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 对这样的罪犯 魏国不必引渡回国 但要派员行刑 为此 魏方派出了两位兼斩官 兼斩周瑜的是魏国的幼宰 兼斩时候的是石熙的管家 此后 魏人另立公子进为君 视为魏宣公 持续半年的魏国内乱 到此结束 又杀了两个 魏国内乱后不久 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 第一个是卢尹公 卢 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 姬姓 始风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薄秦 国都屈父 从薄秦到尹公 共十三君 春秋 就是从尹公元年开始的 尹公是惠公的儿子 据左传 惠公至少应该有两个儿子 两位夫人 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 一位叫孟子 一位叫重子 子 是他们娘家的姓 孟和重 是排行 孟就是老大 重就是老二 孟子是没有儿子的 他去世后 惠公又娶了重子 重子的儿子 就是后来的鲁桓公 但 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 叫生子 生子的儿子 就是尹公 尹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 却不被看作嫡长子 由此推论 生子应该是陪嫁 而且是孟子的陪嫁 陪嫁女的地位 当然很低 尹公自己 也很谦卑 惠公去世后 由于还公年纪太小 就有尹公设政 尹公自己 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 这跟书段或周瑜 是相反的 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 礼教的作用不小 然而 恰恰是这种千功有礼的态度 让尹公招致杀身之祸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在鲁国大夫与父 与父是一个野心家 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 公元前719年 周瑜联合宋国 陈国 蔡国 罚政 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 便拉鲁国加盟 卢尹公不想去趟这浑水 婉言谢绝 与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 后来 与父的权势越来越大 狠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 野心也就膨胀起来 于是 与父提出 他可以去暗杀尹公的弟弟 交换条件 是让他成为倾向 与父有这想法 并不奇怪 野心家总是会以为 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 事实上 按照宗法制度 担任鲁国国军的 原本确实应该是尹公的弟弟 因为他是嫡子 嫡子年幼 恕兄设政 是可以的 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 除非他已不在人世 因此 如果尹公贪恋军卫 他就会同意与父的阴谋 或者暗许 可惜尹公并无此意 鲁尹公说 我代理军卫 只因为弟弟年幼 现在他长大了 我正要还正于他 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 这当然让尹公大出意料 也胆战心惊 他一方面在尹公的弟弟 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 诬陷尹公 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 要置尹公于死地 碰巧 尹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 他为了祭祀巫神 进行斋戒 住在一位大夫家里 于是 尹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尹公 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 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 鲁尹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 为尹公举行葬礼 所谓善有善报 现在看来也未必 鲁尹公被逝 是在魏桓公被杀后七年 吉鲁尹公十一年前712十一月 一年多后 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 宋 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 子姓 始封之君 是因骤王的束兄 威子起 国都上丘 从威子到武宫 共十二君 武宫的女儿是仲子 吉鲁桓公的母亲 武宫的儿子载入史 载入史册的有两个 一个叫吏 一个叫和 武宫去世 吏继位 这就是宋宣公 宣公去世 却不传位给太子羽仪 要传给弟弟和 宣公说 父死子继 兄中弟吉 这是天下的通义 于是和三让儿继位 视为宋穆公 其实 周的规矩是 父死子继 兄中弟吉则是商的 所以 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 但同时 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请 因此 宋穆公临终前 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 要将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羽仪 宋穆公请孔傅家 做顾命大臣 也就是新君的辅佐 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傅家 是孔子的先祖 宋穆公说 先君舍弃了羽仪 让位于寡人 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 如果托大夫之福 寡人能寿终正寝 在天上见到先君 那时 先君问其羽仪来 寡人该怎么回答 因此 恳请先生 拥立羽仪为君 寡人虽死无憾 永垂不朽 孔傅家说 群臣都主张立逢 宋穆公说 不可以呀 不可以 先君让国于寡人 是认为寡人贤惠 如果不能让国 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 怎么能说是贤 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 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 孔傅家 只好让公子逢出国 住到正 然后拥立于一纪委 视为宋商公 可惜宋商公不争气 他在位十年 倒打了十一次仗 弄得民不聊生 民怨沸腾 宋国的太宰华富都 华都如画 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 煽风点火 说战士贫人的罪魁祸首 就是管军式的孔傅家 造族舆论后 华富都发动兵变 杀了孔傅家 宋商公闻讯震怒 华富都干脆连商公 也一起杀了 把公子逢从正国迎回宋国 立为国君 侍卫宋庄公 华富都为什么要攻击孔傅家呢 据说 是因为有一次陆遇孔傅家之期 立即神魂颠倒垂涎三尺 必欲夺之而后快 这是当然真假难辨 可以肯定的是 孔氏从此家到中落 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 孔子算是鲁国人 原因就在这里 这是第三起世军的血案 接二连三的世军案 揭开了春秋的序幕 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 则便宜了郑国 鲁桓公即位后 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 史称修好于郑 华富都迎回流亡 在郑国的公子冯 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 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 常常与魏国联手对付郑国 鲁虽然要算中立国 但与富士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政的 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 郑国就财大气粗起来 志得意满的郑庄公 也耗子腰里别了赶枪 起了打猫的心思 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天子挨打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 这件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 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 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 始封之君是周立王的小儿子 被周宣王封为诸侯 视为皇宫 皇宫是郑国的国君 也是周王的大臣 在幽王的时代 曾经担任周的司徒 当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 西方的戎敌却很强大 皇宫要勤劳王室 又不想国破家王段子绝孙 把老本都赔进去 便听从王室史观史博的建议 从原来的寿风之地迁到新郑 国土疆域大约是今天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 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 从这段历史看 郑应该效忠周 同样 周也应该善待郑 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 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 这就是晋和郑 晋在黄河北岸 正在南岸 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 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 西边的屏障 是于河国 于在金山西平路线 国在金河南闪县 南边 则是深河旅 均在金河南南阳市境内 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 后来 晋国分裂 自顾不暇 楚国兴起 南方不保 周王室的藩离 就只剩下郑和国 矛盾 由此而生 国 是周文王弟弟国众的封国 也叫西国 另外还有东国 是周文王弟弟国书的封国 后来被郑国所灭 所以西国就叫国 东周初年 国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 郑军则是伯爵 但郑国的综合国力 显然超过国国 使风之君还宫 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 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军武功 第三任国军装功 都一直担任平王的轻视 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 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 然而不知何时 郑庄公发现 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 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利分给国公 这当然让庄公十分不快 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 绝无此事 为此 周和郑交换了质子 周的王子胡被送到了郑国 郑的公子忽责到周 此事荒唐 因为从法理上说 周王与郑伯是君臣关系 交换人质 则只能发生在诸侯之间 周平王这么做 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为诸侯 则王室的尊严和体面合存 卢尹公三年前720 3月12日 平王驾崩 继位的还王室平王的孙子 年轻气盛 当真把一半的权利分给了国公 这时的郑庄公 论被愤识周还王的叔爷爷 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便决定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 4月 郑国大夫济重带兵割取了周王国地理的麦子 秋天 又割走了周王国的骨子 前一次是在温金河南温县 算是侵略了周的蜀国 后一次则在成州金河南洛阳市境内 就骚扰到周天子眼皮底下了 于是周正结怨 不过 结怨归结怨 面子还得维持 三年后 郑庄公朝建了周还王 王室也保留了郑庄公的职位 又过了两年才正式任命国公为清室 实际上 这时国公和郑伯同为周的清室 具体地说 国公为右清室 郑伯为左清室 但这绝不意味着周正和好如初 只不过 双方都有政治需要 周王室固然离不开郑国的护卫 郑庄公也想利用周王室 身为王室重臣 至少打起仗来 可以借用王命 甚至动用王师 这是郑庄公很想要的 不过 既然是相互利用 那就要相互配合 然而还王似乎不懂 他先是在郑庄公朝建时不讲礼貌 后来又侵犯了郑国的实际利益 最后彻底剥夺了郑庄公的所有权利 接替郑庄公担任左清室的 是周公黑奸 郑庄公毫不客气 拒绝再见周王 周桓王也毫不客气 率领联军罚政 这是整个春秋时期 天子御驾亲征的唯一屹立 时间是在公元前707年 鲁桓公五年秋天 地点是在长阁 金河南长阁县 周军这边 桓王亲自统帅中军 右军统帅是国公林副 后面跟着蔡国和魏国的军队 左军统帅是周公黑奸 后面跟着陈国的军队 郑庄公子突说 陈国国内动乱不安 他们的军队也没有战斗意志 如果先进攻陈军 对方一定乱作一团 郑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 命令各部只要看见大旗一挥就击鼓进军 结果旗指陈军 就连蔡军和魏军也一起奔逃 周军则一片混乱 郑军两面夹击 周军大败 桓王自己也被一箭射中了肩膀 活捉桓王王只需举手之劳 然而郑庄公却表现出君子风度 他拒绝了下属成胜追击的建议 不但任由桓王逃之夭夭 还派济众去劳军 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体贴入微 郑庄公说 君子不为以慎 何况是欺凌天子 能保住江山设计就可以了 郑庄公很明智 他知道适可而止 周王室却威风扫地 体面不存 是啊 如果所谓 共主竟然不过是战败之国 还有什么资本和资格号令天下 庄公手下这一件 拉开了新时代的帷幕 战前 郑国大夫向庄公指出 以往两军交战 讲究三军对垒 中军先出 左右随之 但此次战役 中军是周王亲率精锐部队 战斗力强 而左右臣 蔡 未皆乌合之众 战斗力低 他建议 此战正军中军应稳而不发 由左右军向敌方左右军发起冲锋 对方左右军如若溃败 必将影响中军士气 此时政军中军再发起冲击 周军必败 霸主就要来了 长谷之战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标志着旧的制度和秩序全都难以维持 从天子到诸侯 再到大夫 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将在激烈的动荡中重新洗牌 并诞生出新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春秋一直持续到战国 第一阶段是志强替代至尊 什么是志强 什么是至尊 还得从制度说起 从西州到东州 我们民族实行的是邦国制度 邦国来自封建 即天子封邦建国 诸侯封土利家 具体的说 就是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块 分封给诸侯 由此建立起邦国 简称国 诸侯又进行在分配 把国分成若干块 分封给大夫 由此建立起彩艺 简称家 这就叫封建 封建的结果 是产生了天下 国 家 家国合为一体即邦国 邦国联为一体即天下 家是大夫的 国是诸侯的 天下是天子的 三级所有 层层转包 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必须交代清楚 第一 天子只在名义上和权属上 是天下共主 邦国的主权和治权 则由诸侯行使 天子自己也有一个邦国 只不过地盘最大级别也最高 号称王国 其余 则分别是公国 侯国 伯国 子国和南国 公后伯子南 都是自治君主国 他们的国家事务 天子是不能过问和干预的 第二 国以下的家 有治权无主权 主权在国 产权在天子 教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当然 严格地说 春秋和春秋以前的邦国 只有半独立主权 拥有完全独立主权 要到战国 那时 他们已经都是独立王国了 可见 真正的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 只能是邦国 因此 这种制度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中的周天子 是共主也是国君 只不过 他的邦国级别最高 王爵 本人地位也最高 共主 周王是人上人 周国是国上国 这就叫至尊 同时 他的实力也最雄厚 或者说 正因为实力雄厚 才成为天下共主 这就叫至强 也就是说 在西周 至尊和至强是合一的 至尊和至强之下 是次尊和次强 这就是诸侯 在下是次次尊和次次强 这就是大夫 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大夫 地位和实力都递减 因此 大夫臣于诸侯 诸侯臣于天子 当然 大夫也有臣 大夫之臣就是事 叫家臣 家臣往往是大夫的家人 大夫则是他们的家君 家臣拥戴家君 就像星星围绕月亮 于是大夫的家货彩艺 就形成一个 众星拱月的结构 推而广之 大夫拥戴诸侯 诸侯拥戴天子 也如此 或者说 天子是大月亮 诸侯是大星星 诸侯是中月亮 大夫是中星星 大夫是小月亮 家臣和家人是小星星 这样一种三重模式的众星拱月 就叫封建秩序 由此可见 封建秩序要想维持 前提条件是尊卑强弱永远不变 周王国永远最强 大夫的彩艺永远最弱 诸侯国则从头到尾 都只有那么一点规模 还大家都差不多 就算要发展 也得骑步走 比例不能失调 这当然并不可能 不可能的原因 在于所有的邦国 包括周王国在内 都是独立核算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几百年光阴过去 难免参差不齐 有的欣欣向荣 发展壮大 有的美夏玉矿 日薄西山 甚至资不抵债 面临破产 这时 按照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的程序 就会自行启动 方式是兼并 手段则是战争 春秋时期的战争 至少有200多次 发动战争的 也不仅是大国 比如举 独如举 虽然小得可怜 却也兼并了相国 而且是在春秋一开始 封建秩序的三众模式 如图所示 封建秩序表现为 三众模式的众星拱月 家臣们是围绕着家军 大夫 大夫们效忠于各自的国君 诸侯 诸侯则拥戴纳至尊治强的天子 贡主 秩序井然 哈 大鱼还没开口 小鱼就吃了虾米 实际上大国的兼并 更是不胜美举 春秋头半个世纪 郑国就兼并了戴独如在 在金河南民权县 齐国也兼并了谈 在金山东济南市境内 遂在金山东宁阳县西北 楚国则兼并了西 金河南西县 还霸占了西夫人 国与国之间 不再势均力敌 平衡打破了 社会开始动荡 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 而维持国际秩序 维护世界和平 原本是周王的义务 可惜此时 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尼菩萨 长葛之战 就证明他是直老虎 根本原因 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 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 长袖者善武 多才者善假 才大者气粗 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 甚至要靠诸侯接迹 又怎么硬得起来 至尊不再是至强 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 就不容易 当然 周王的脸面 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 因为这脸面是旗帜 也是旗号 可以做虎皮 也可以当枪使 公元前714年 卢尹公九年和第二年 郑庄公罚宋 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亡 宋商公不朝见天子 此极所谓以王命讨不停 被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 其实 宋商公固然傲慢无礼 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 六年前 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骨子吗 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 谁都知道 再好的脸面 也不过自欺欺人 真正管用的是实力 说了算术的则是大国 于是大国崛起 小国战队 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 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 大国和小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周天子风光不在 重组江湖 势在必行 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 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 这就是霸业 成就了霸业的诸侯 是霸主 霸主之道 是霸道 霸道不是王道 霸主也不是公主 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 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仪的旗号 但谁都心里清楚 他们真正寻求的 是自己的政治利益 王室的脸面 不过是遮羞布 遮羞布并没有权威 哪怕再好看 一言九鼎的 将是相继崛起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 霸主即将诞生 王权时代结束 霸权时代开始 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霸主也不在